台北市长柯文哲上周以国家需要你作为号召发出退职医护征兆令 短短几天千人报名 经筛选后与面试完目前训练是100人左右 房屋人员目前则是有1800位民众报名 副市长黄珊珊表示 事实上防疫旅馆本就是高危险工作 好消息是目前中央与地方都在征用退职医护 中央也承诺征用后会让地方征掉 上次报名了1000多人 因为有一些只有四五百人是有医护执照 有护理师执照的 所以面试通知的时候大概是200多人 那中间有300多人没有来 那200多人里面在面试符合规范大概是100人左右 那现在正在上课 上课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安排他到专责防疫旅馆去服务 那房屋人员目前来报名的大概有1800位 那也是一样需要面试也没和各个旅馆跟他们的合作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会另外增加他们的个人的津贴 那防疫旅馆本来在很多的旅馆业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 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些愿意参与 这一次因为增加快筛 然后我们必须要每天后送的快筛阳性的这些民众 那我们不断的在跟大大小小的旅馆沟通 那我要必须很高兴的说中央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那台北市我们常常去问A旅馆的时候 他会说中央已经帮他们 已经要征用他们了 那中央也跟我们说他们征用的部分 也会让我们地方政府来调度 所以中央跟地方现在都在征用 那旅馆本身他有他自己的意愿 但是各位这是国难 我们都很谢谢这些共赴国难的 不管是旅馆业者也好 医护人员也好 还有最重要的是现在更勇敢要进来做的房屋人员也好 我们谢谢大家的参与 这场战役要大家一起打才会赢 由于医护人员虽然有打疫苗 抗体要起作用也要两个礼拜 更不代表一定不会中标 因此一线工作的人还是有实质的危险 感谢这些人的辛劳与参与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